这节课我们再学习ES6给我们提供的一种新的方式 叫做变量的解构复制 什么解构复制呢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 允许我们按照一定的模式 从数组或者对象当中提取值 对变量直接去进行复制 什么意思呢 上代码吧 打开我们代码 前章节课我们是在static下面创建的 因为对unit也好 cons也好 它的一些作用域 如果你用wipac去打包的话 会受一定影响 然后呢 现在这个代码呢 我们可以写在src下面 因为对于解构复制这些语法呢 其实跟作用域也没有关系 我们单纯认为也是语法 所以说呢 我可以用wipac进行相当打包 我们先进入到index的tml当中 前面这个static 我们先给它注释掉 然后呢 为了区分src下面 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2-3.js 当然我需要在index的tml当中 把它引入 引入的方式呢 叫做import import是谁呢 当前章过境下面的2-3.js 其实import也是es里面新的语法 叫做导入的意思 然后呢 这边导入当过境 点杠表示的是当前过境 2-3呢 是文件名称 点gs扩展名是可以不写的 我们在这里面呢 随便输出一句话吧 我们看是不是好使 1-2-3 保存 看左边是不能够输出 说明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仔细看 比方说 再我们先去讲 数组的结构复制 大家仔细看 比方说呀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数组 ar 它对应的值呢 很简单 1-2-3 我现在呢 想把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值 分别都取出来 比如说 下标为0的 下标为1的 和下标为2的 分别对应变量 abc 那传统方式应该怎么去 是不是应该伤害成一个 a等于arr 中国号0 然后呢 我就复制几个啊 这样的话能快一点 这边是b 这边呢 是c 这样的话 当我输出 abc的时候 对应的值 是不是就是我这里面的 1-2-3 这个很简单 对吧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这一个需求 我们写了好几行代码 才能够实现我们 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值 分别的提取出来 这样一个需求 这样是不是很麻烦 大家看 比方说 我现在用es6的解构复值 去完成这样一个需求 我们当前是不是 对于我们的数组进行解构 所以呢 我们可以这样 大家一看 比方说 我们at一个中括号 等于当前我们这个数组 既然要对数组进行解构 那么等号的左边 也应该是一个数组的形式 然后呢 左边的形式 其实只要跟右边是匹配的 就可以 比方说A B C 当然这个结果 A B C对应的值 是不是直接就是1 2 3 所以大家大概能理解 什么叫结构复值吗 是不是按照当前这个结构 把里面的每一个值 直接的复值给我的这边 这样的话 我就不需要挨个去声明 是不是会方便很多 当然这些比较简单 我们呢 再给它丰富一下 大家可以看 比如说 我现在这里面啊 可能在数据里面 不可能还有个数据 比如说 这是一个二别数组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我数据里面 又套了一个数据 相当于我当时 整个数据里面 是不是还是有三项 第一项是1 第二项是2 第三项呢 是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里面有34 那我现在想把这里面的 1 2 3 4 分别的通过我们的数据 的解构复值的方式 把它解构成了 大家想一想 应该怎么办 还记得刚才我说一句话吗 解构复值啊 其实就是一种模式的匹配 只要你等号两边的模式 是完全相同的 那么左边的变量 就能够被复成 对应右边的值 所以你看 右边是什么结构 你左边呢 就写成什么结构 A对应1 B对应2 那C和D呢 我是不是可以分别 对应三和四啊 当然大家注意 这边是不是又是一个数据 所以呢 我这边也应该 加一个中号 表示一个数据 这时候我输出 ABCD 大家看什么值 是不是分别对应的是 1 2 3 4 这个也不难 大家再看 我继续变形啊 这代码我都不需要 都留在这啊 大家可以回去书记 我这样 比如说 我现在这里面 只有一个C 并没有D 我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C对应的值 应该是多少 我们看结果 有没有发现 C对应的值是3 这个4呢 并没有对应值 为什么这样 大家看 A对应1 B对应2 这个好理解 这边呢 是一个数组 这边也是个数组 数组里面 它有两项 但这边呢 只有一项 我们是不是 C相当于是 跟这边的第一项 是对应的 所以说C等于3 但是这个第二项呢 是不是这边 没有边量去接收它 所以说C对应3 大家再看 比如说 我再换一种形式 比如说 我这边没有中过号 这时候 大家觉得 对应的C的值 又应该是多少呢 刚才中过号的时候 C匹配的是 数组里面的值 那没有中过号呢 这个C对应是谁 我相信你这能想到 C对应的 是不是就是我 这样一个数组 所以说C对应的是数组 3 4 这时候 C是不是表示数组 OK 这个也不复杂 对不对 所以说 你只要能够看透 他们之间的 模式对应关系 就不会有问题 再搭开一种形式 比方说 刚才我们的 这个C对应的是数组 对不对 比如说 你看 假设我这边 还有一个D 我想问大家 当前我这样一个D 对应的值 又应该是多少呢 仔细想一想 右边一共有几项 一共是不是有三项 只不过 第三项是个数组 对吧 但是左边却有四项 那你说D的值 应该是多少啊 是不是应该是 按理算的 因为相当于说 我定一个D 但没有给它 付出是值嘛 对吧 那我能不能给它付值 答案是肯定的 大家看啊 比方说 我在这边 给它付一个值 是5 这时候我们看 D的值是多少 大家没发现 这时候D的对应的值 就是5 所以说 其实这种结构模式 它是一种惰性的 什么惰性 就是说 这边 如果你传给我的值 那么 我就以你传的为准 否则呢 如果你没传 我就取到我的默认值 比方说你看 我这边在这里 传个值 比方说我再传个6 这时候 6是不是应该 对应的是D 但D的处置值是5啊 你说这时候D 对应的值应该是多少 是5还是6 是不是应该是6 因为刚才我说过 是惰性的 如果你传给我 就以你传这个为准 如果你不传呢 我就取我的默认值 这个呢 就是对于数组的 结构复值 你学会了吗 很简单是不是 我们再看啊 接下来呢 我们再学习一下 对于对象的 结构复值 比如说 我先对一个对象 就是user 然后呢 里面有那种属性 比如说 叫做卸程 然后呢 h 比如说 今年我34岁 大家看啊 我现在想这样 我呢 我想定义一个变化名称 叫做name 它等于user 下面的name属性 然后呢 我再定义一个h 等于user 下面的h属性 这样的话 当我输出 我们的name和h的时候 对应的 是不是就应该是 卸程34 这个也不复杂 对吧 这都不是信誉法 那我们能不能通过 我们的结构复值 把我们的对象 进行相对应的结构呢 当然答案也是肯定的啊 大家看 我就把这两行删掉吧 上面就像留在那啊 要不然每次还要复制 大家看啊 既然我们说 结构复值 两边的结构 要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 我有时候等号右边啊 等号 等于user 右边是不是个对象 那左边应该是什么 大家想一想 左边是不是也应该是一个对象 大括号表示对象 中括号表示数组 那这边 我直接name和h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也能够同样输出结果 所以说 在对象里面 你这边的属性叫什么 我这边的叫什么 它就能够取到 对应的里面的值 那我问个问题 比如说 我现在啊 我把这两个换一个顺序 我先写h 再写name 那我这边取到这两个值 名字和年龄 它们是相反的吗 还是正常的 大家想一想 保存 打算结果 name还是写成 h还是34 取到值正常 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一定都知道 在我们的ES里面的对象 它的key是不是唯一的 你们对象叫做keyvalue吗 限制对是不是 key是唯一的 所以说 在对象结构的时候 它们呢 是通过key的名称 去对应的 而不是通过顺序 去对应的 但是数组 大家知道数组的下标 是不是唯一的 所以呢 数组里面 是通过顺序 去对应的 而对象里面 是通过这个件名 这个key 去一一对应的 它交换呢 也并不影响 人有的含义 那我可能还有这样的需求 比如说呀 我解构完成以后 你这边不是叫name和h吗 我这边不想叫name和h了 我呢 想给它起个名字 比如说我叫 用户的名称 比如说uname和uh 那我怎么能给它改名字呢 大家看 可以通过冒号的方式 给它起一个小名 比如说我叫uh 这边呢 我叫uname 我是我用户名称 然后呢 用户的年龄 那这边当我起职的时候 但你再看 如果我还有name和h 你发现 是不是就说是 当前是未定义的呀 因为你这边是 没有给name和h去复职嘛 它的名字叫什么 是不是叫做uname和uh 所以说如果你给它请了别名 那么你就应该用别名去表示它 当然这边也是可以的 这个呢 是对于对象的结构复职 也不复杂对不对 但是呢 其实结构复职 在我们的项目里面用的很多 因为比如说 有的时候 我们想要后端 请求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呢 我们是不是想渲染的前端 这时候如果我们结构复职的话 可以很方便的 去取到里面的值 代码量会减少很多 下一个 我们讲字符串的结构复职 比如说当前我有一个字符串 对应叫做imook 我想把这个字符串进去结构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想一想字符串怎么结构呢 或者说我再问一个问题 如何去把字符串里面的每一个字符 分别能取到 是不是可以这样 我是不是可以写一个复运环 然后呢 就用it it i等于02 然后呢 i小于我们字符串的长度 i++ 我在这个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输出每一个字符 保存 搭上 是不是就是imook o两次嘛 所以这边有个2 对吧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对于字符串的变力 其实跟我们数组的变形式 是一样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对于结构来说 我们的字符串 是不是也能够跟我们的 数组的结构方式 是一样的呢 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把字符串的结构 理解成是数组的结构 是一样的 比如说等于当前我们这个STR 我们这边是不是一共有五个值 比如说五个值我都想接受 大家看 分别叫A B C D和E 然后呢 我分别输出我们这样一个A B C D 大家看是不是能够解构出来 是不是每一个都能够取到 所以说字符串的结构 你就可以列成 是对于数组的结构 它们的写法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些关于解构 复制的一些实际用场景 因为我们学习完这个语法以后 我们一定要知道在什么时候 去用这样的语法 对吧 比如说第一个用场景 我们呢 可以去负一些默认值 这些默认值 其实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例子 对吧 比如说我再演示一遍 大家看 比如说我这边有个数组 然后呢 里面对应的值 比方说是456 那我这边呢 比如说接收值的时候 A B C 当然这个ABC对应的值 是不是对应的就是456 保存 这个很简单 对吧 但是你看啊 比如说我这边C 假设有个默认值 比如说有个8 然后呢 我这边这个值啊 我可能没传 刚才我说 是不是都是惰性负值 这边没传 那我取的是不是就是默认值 是8 那如果我这边传递一个值呢 比如说我传递一个6 它取的是不是就是我传递这个值 也就是6 OK 这个很简单 这是对于数组的这样的默认值 那对象可不可以默认值呢 大家仔细看 我呢 先把这个代码先注释掉 然后呢 我定义一个对象的结构 比如说这边有个对象 它里面呢 有NAME属性 比如说 卸成 然后呢 H属性 比如说34 当然这个结构的话 是不是就直接是NAME和H 当然呢 大家可以给起别名啊 这个都是前面前过的 我输出NAME和H 那就是卸成和34嘛 这很简单 那现在这样 比如说呀 我H可能有个默认值 比如说有一个18 我希望自己永远18岁 对不对 这时候想着这个里面啊 我没有H这个属性 我就直接注释掉吧 现在我当时这个对象里面 是不是只有NAME 这样一个属性 那我的下面取H 还能不能取到啊 大家看 取到的是18岁那个卸成 对吧 年轻 这个呢 其实就是对于一些 默认值的一些应用 其实也很好理解 我们再看 刚才我们说 是不是惰性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仔细看哦 我建议一个方法 叫做FOO 这里面很简单 我呢 就输出一个123 然后呢 大家仔细看我的写法 这边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 对于数组的结构 但是你看 我这里面有点特殊哦 仔细看 A等于FOO 大家能知道 这行代码代表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吗 大家仔细想一想 大家想一想 刚才我们说过 是不是 这是对于数组的结构复值 两边的结构 是完全一样 只不过这里面 可能比之前的复杂一些 对吧 大家看 首先1 那结构以后 是不是相当于 给这边的复值 所以说 我想问大家 现在能够输出123吗 大家想想 能不能输出 我保存 你能够发现 这边什么也没有 因为刚才我说是惰性的 这边既然你已经 给复值了1 那么我们这边 就不会执行 不会取它的默认值 不会取默认值的话 这边是不是自动 也不会输出123 但是你看 如果我这边 是个空数组 会怎么样 这时候 是不是能够输出123 因为你这边 没有复值 那我是不是就应该 取我的处值值啊 我的处值值是一个方法 这方法能够输出一个123 懂了吧 所以说 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也能够去验证 当前这个复值是一种 惰性的复值 然后呢 我们再讲下一种应用啊 我们对于函数 参数的结构复值 比方说 我现在有一个function 然后呢 FO FO其实就表示 这个函数没有什么 实际含义啊 只是问也是语法 然后呢 比如说我当前 还有个数组 有个数组啊 比如说里面值123 很简单 当我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啊 把这个数组作为参数 传递进去 那在这边 我是不是就可以 接收到这个数组 那如果我想对于这个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值 直接进行解构 是不是可以呢 大家看啊 解构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这边是个数组 里面有三个值 你在这边传入到这里面以后 接收的时候 是不是这边也应该对应的是个数组 然后对应的 是不是也应该是三个值 去接收 比如说这时候 我在输出对应的ABC 大家看是不是也能够顺利的结构啊 这个呢 其实对于参数的结构复制 也很好用 对不对 我们不需要说 在这边用一个数组接收 然后呢 下面每一个在通过中过号 下标的方式去取 不用那么麻烦啊 OK 那另外的话 有这个数组以外 我们可不可以对于对象的参数 进行结构呢 是一样的 大家看 比方说我建议一个OBJ 然后呢 它对应的是一个对象 比如说name 和对应的age 这时候呢 我把OBJ 作为参数 传递进去 那既然我传递是对象 这边接收的时候 我是不是也应该通过一个对象 去直接接收啊 比如说 我这边是不是有name和age 那我这边是不是就能够 直接的取到 我对应的name和age属性里面 所对应的值 非常方便啊 那另外大家再看 比如说我这边接收啊 我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属性 比如说叫做sq 它有个处置值 叫做emok 那我这边输出的时候 也输出这个sq 因为我这个函数啊 可能第三个这个参数呢 就是对象里面 这个第三个这个属性啊 是可选的 你可传可不传 如果你不传的时候 大家看我这边是不是不传 那么我取的是不是就是我的默认值 那如果你传递了呢 比如说 我又传递一个sq 比如说我随便写的值啊 XXX 那你说我这边取的值 是不是就是XXX 对吧 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函数定义的时候呢 会更加灵活 有些默认的参数呢 你可以直接的 在我们函数定义的时候 给它显示的去复值 这个呢 是对于参数的结构 那现在反过来啊 参数是往里面传的 对不对 那如果我往外去获取呢 比如说 对于返回值 我是不是也可以解构啊 比如说有个方法 FO 然后呢 我这里面有个对象 直接复制过去吧 有个对象 叫做OBG 然后呢 我可能要return这个OBG 这是不是一个返回值 那这样的话 当我调用这个FO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return回当前这个对象啊 那我可不可以调用的时候 直接对这个对象返回的值 进行结构呢 大家看 直接我结构成name和age 那这样的话 我直接输出这个name和age 是不是也能够取到啊 其实它会简单很多啊 对吧 OK 当然 如果你返回这个数组 数组也能够解构 是同理的 这边呢 我就不再演示了 我们再讲一种解构负责应用啊 叫做提取json数据 首先 什么叫做json json其实是四周端的缩写 叫做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叫做js的对象表示法 其实 我们经常情况下 会有这样的需求啊 就是当我们的前端 向后端发送请求的时候 然后呢 后端会返回给我们一个 这样的字符串 比如说 json一般是这样的啊 大家看 是一个引号 它其实是个字符串 然后呢 相当于是在一个字符串里面 就表示出一个对象 大家看 json里面的每一个属性 其实 我们都需要带引号 才可以 比如说 它有个a的属性 叫做hello 然后呢 有一个b的属性 叫做word 然后呢 我想把后端 传送给我 这样一个词证字符串 进行先用的结构 那怎么办 有同学说 既然是个sit 那我就按照数读结构吧 但是不行啊 是按照数读结构的时候 它取到了 是不是里面的 每一个字符 但是 我现在是想取到 a属性对应的值 和b属性对应的值 所以说 这时候 你按照字符串的结构 是不可以的 但是json呢 提供了一个 这样的方法 叫做json.path 它可以把一个字符串 转化成对应的对象 然后 我是不是只要按照 对象的方式去解构 就可以了呢 大家看啊 这时候 我再输出a和b 我们看一下 这时候 a和b的值 分别是多少 大家看是不是 就是HangorWord 这个呢 就是对于json的结构 其实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成 相对应的是 对象结构 就可以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 讲的关于ES 另外一种新的特性 叫做解构复值 它其实就是从数组啊 对象啊 或者字符串里面 按照一定的方式 把它取出来进行复值 其实语法都很简单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讲了一些应用 包括一些函数的参数啊 函数的返回值啊 以及一些json的提取啊 等等 这个呢 就是这节课 我们要讲的内容 大家呢 课后呢 一定要认真的去尝试一下 它的使用的方式 这个解构复值 其实在项目里面啊 用的还是很多的 那我们下以后再见 大家加油吧